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奥特曼玩具情报 那今年的奥特曼会在7月份上映 是罗布奥特曼 这次的奥特曼是以兄弟为主题 所以会诞生两位奥特曼 左边的这个是水元素的奥特曼 右边的这个是火元素的奥特曼 那左边叫奥特曼布鲁 右边叫奥特曼罗索 而且后期他们两位奥特曼还可以融合变身 变成罗布奥特曼了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的变身道具还有变身的玩具都有哪些呢 这次的变身道具叫罗布陀罗 就是左边的这个 那右边这两个呢 是泰罗奥特曼和银河奥特曼的奥特曼水晶 他们可以装载到罗布陀罗上面 然后进行变身 那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奥特曼 右边的这位是火属性的 借助的应该是泰罗奥特曼的力量 左边的这位是布鲁奥特曼 借助的是银河奥特曼的力量 而且这一次他们的水晶还可以交换 交换之后布鲁奥特曼获得了火焰的泰罗奥特曼的力量 而罗索奥特曼只可以得到英特曼奥特曼水属性的力量 看起来非常的有趣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武器 根据官方的介绍 这两位奥特曼都有他们专属的武器 那左边的这个是火焰属性的 罗索奥特曼 他的武器是一把双刀 然后右边的布鲁奥特曼 他的武器是一把单刀 我们还可以看到 他们胸前的彩色计时器是圆形的 而且这两位奥特曼的眼睛 发出的好像是黄色的光 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奥特曼水晶 除了最基本的泰罗奥特曼 还有赢了奥特曼的奥特曼水晶 那目前还出现了迪迦奥特曼 和维克特利奥特曼的 奥特曼水晶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两位奥特曼还可以变成紫色 还有橙色 看起来非常的酷哦 然后这是蓝色形态 布鲁奥特曼的奥特曼软胶 之后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 而且这一次的奥特曼 还和欧巴奥特曼有非常大的联系呢 据说这里面会出现一个 暗黑的欧巴奥特曼 看起来好像是敌人呢 这里面还会有一个欧布圆环 那这个欧布圆环看起来和之前的欧布圆环 好像不太一样 这个欧布圆环有英雄的模式 还有敌人的模式 它们都可以装载到罗布陀螺上面 然后可以发动必杀技呢 这里还有新奥特曼的可动玩具 那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最新的可动奥特曼玩具 之后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它们的可动玩具 那这个暗黑的欧布奥特曼看起来非常的酷呢 这是第三套的奥特曼水晶 分别有维克特利 希卡利 还有两只怪兽 最右边的这个好像是风制魔王兽 然后这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它们的专属武器 那这把武器呢 也可以装载奥特曼水晶 然后发出七彩的颜色 这把键可以分开成两半 组合到一起的时候 是蓝色形态的专属武器 分开的时候是红色形态的专属武器 那今天的玩具情报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新的奥特曼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情报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